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正式要求美國國家稅務局提供特朗普總統6年以來的報稅表 眾議員尼爾擔任主席的籌款委員會負責監察美國的稅務政策 國會的民主黨議員試圖審查特朗普總統擁有的錯綜複雜的商業帝國 特朗普是40多年來第一位拒絕公開他的報稅記錄的美國總統尼爾眾議員在星期三說 確保我們的政府以及民選官員的問責至關重要為了維護對我們民主制度的信任 美國人民必須得到保證他們的政府依法運作 而特朗普總統說他不能夠公開從2013到2018年的報稅記錄 因為他的報稅正在審計之中 他在星期三說我已經被審計多年因為數目巨大 我想如果你有些名氣的話就要被審計 但是尼爾眾議員不是要求特朗普總統公開報稅紀錄 而是要求國家稅務局提供美國並沒有法律去禁止國家稅務局披露正在被審計的報稅 尼爾眾議員說他肯定籌款委員會有合理的立法權、法律權以及監管權 來審查特朗普總統的個人和公司稅務狀況 尼爾說國家稅務局向來有審計所有在任總統及副總統稅務的政策 但是沒有人知曉這項政策是否有效實施 他還說美國人民有權知道這項政策是否得到遵守以及審計是否全面妥善的完成